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米不順邪 又到了分享師傅真實個案的時候 今個星期這個case,大家看標題都看到了 什麼事這麼煞撲,要識有師傅雙修呢? 嗯,幸好師傅定力夠,否則真是大件事 讓師傅聽到,他就會說 一向都定力夠的 這樣 不是說你,我知道你都定力夠 好了,我們快點不要妨礙別人 我們要跟別人分享今晚這個真實案 好,話說這件事發生在很多年之前 其實師傅身邊很多朋友 但不是很多朋友知道師傅是認識這些東西的人 因為除非經常見好親那幾個 否則都不是很多人知道 因為師傅沒有自己大使宣傳說 喂,我認識一些東西,有些什麼 撞鬼呀?找我呀!那些 沒有的 所以又不是說真的很多人知道 而這件事裡面的男事主 我先叫他做林先生 這個林先生就是師傅其中一個朋友 就不知道師傅認識這些東西 大家就很久沒見了 就說約出來喝個茶,吃個包,聊聊天 師傅說,好呀!很久沒見,出來見一下吧 就說會帶一個新女朋友出來 大家認識一下,一起喝茶 師傅說,認識了新女朋友,這麼好呀? 好呀!幾好呀!恭喜你呀! 做什麼呀?你女朋友 然後林先生就說,我女朋友做經紀的 聰明女來的,服務的對象 都是一些叫中高階層的人士來的 到時你見到他就知道 你不要說他天鮮這麼聰明,但都不錯的 到時介紹給你認識 然後大家就說,好呀!好呀!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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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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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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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好呀!好呀! 好呀!好呀!好呀!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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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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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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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朋友也在,所以先看看什麼環境 沒有出聲 而這個胡小姐坐下來之後 大家都很歡快,好像沒什麼特別 除了身有很重音氣之外 大家寒暈、聊天、吃飯 林先生突然間跟師傅說 我說,我女朋友,懂些東西的 她的靈感很厲害的 靈感IQ清得上,十分之高超 如果讓她感受一下,她一定會講中你的東西 你要不要試一下 師傅說,說得中你的東西就可以了 我不搞這些東西了 林先生以為師傅說,幹什麼? 你當我吹水嗎? 不是騙你的,你試一下吧 叫她贈你幾句 她很厲害的 師傅說,不要搞這些東西了 不要試了,試來做什麼? 感覺什麼? 心想就只會搞 一直拒絕 但是這個林先生不只是因為要面子 說了出來 你不肯試或者怎樣 因為面子問題還是怎樣 就堅持 就叫女朋友 你贈她兩句 你讓她說一句 然後這個女朋友就過來 唉,那我獻醜了 有點嬌嬌嬌的 那我獻醜了 我說,我扮不了了 不好意思 那好吧 就看著師傅 一看,看多一會 嘩,那眉頭夾死烏鷹 一直都沒有出聲 就看著師傅 就問,你是不是學過東西的? 你學東西的吧? 然後師傅,學什麼鬼啊? 我沒有學東西啊? 普通人一個 嘩,這樣 然後這個 胡小姐的眉頭 嘩,夾死烏鷹 還夾得厲害 沒有理由啊 你應該是學東西的啊 不如,你搶我兩句吧 然後師傅就打給你兩句啊 嘿,我不懂這些東西的 這個時候 林先生在旁邊 就黑人問號 完全不知道幹什麼鬼 什麼啊 我叫你贈他兩句 你又叫他贈你兩句 你們這樣贈來贈去 幹什麼鬼啊 然後 胡小姐就笑了一笑 哎呀,你朋友懂東西的 我們這些半空水 不要獻醜啦 你們被人笑的 然後林先生說 是嗎? 喂,你懂東西的嗎? 但師傅就扯開了話題 嘿,你懂什麼啊 懂鬼啊 然後就扯開了 大家繼續吃飯 沒來吃完飯 飯局完結 大家各自散佩 過了兩天之後 師傅就收到一個電話 拿了電話 師傅,喂 然後就傳來一把 叫的的的聲音 喂,你是不是阿林的朋友 我那天見過你 我姓胡的呢 你記不記得我啊 師傅,我記得 幹什麼 阿林有事找我嗎 他自己不打給我的 不是 我想和你單獨出來見面 你有沒有空出來喝杯茶 我有些事想請教一下你 然後師傅,單獨出來見面 我沒有什麼可以讓你請教 況且你是阿林的女兒 自己單獨見面 待會阿林不會就不要 免得多事 況且我又沒有什麼可以讓你請教 是吧 然後這個胡小姐就說 你又不用馬上難我 我也是想著真的有事要請教你 你不用那麼害怕我 我又不會吃了你的 師傅聽到這句 真的不是這個問題 不只是這件事 還有我現在很忙 真的沒有空 如果阿林要找吃飯 要約東西 叫他自己打給我 我現在還是沒有空跟你說 這樣才 收線 那好啦 收了線之後 師傅就已經打了冷靜 嘩什麼了啊 這個人想怎樣 嘩真是被哄我踩啊 沒有啦 沒有那件事 如是者再過了幾天 又收到一個電話 喂 怎樣啊 你有空沒有啊 阿林叫我打給你 說約你一起過來吃下午茶 說有些東西要拿給你 不過我都不知道要拿什麼給你的 他就是叫我負責約你 那師傅就說 咦?阿林自己不打給我的 我正在忙啊 所以他叫我打 他說叫你約在荃灣的 不知道哪間茶餐廳 那樣 大家就 後面就約在一間茶餐廳那裡見面了 初初師傅呢 其實真是天真到不得了 為什麼會 沒有想到是 胡小姐借這個阿林過橋呢 還是他其實知道 裝了東西 專門出去看看是什麼了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師傅自己才知道 好了 總之去到的時候 就見到 胡小姐一個 咦?阿林呢? 阿林去什麼? 然後 胡小姐就說 噢沒有 阿林她突然間有些事 所以她要趕著去做 那就先走 她叫我在這裡等你 有飲料都幫你喊了 師傅 喊了? 趁她未來 你快取消她 阿林又走了 大家都走了 散 下次再約 有些什麼 等阿林一齊再說 師傅正想走 剛巧那杯東西 那杯凍檸茶就放下來了 就說 都到了 取消不了 好吧 喝完再走 那師傅心知 就說 唉 逃不過了 這一下應該 那好吧 就坐下 就看著這個胡小姐 其實什麼事呢? 你 你都要找我 都要約我 那這個胡小姐 就斬了眼 我辦不到這些樣子 做不到 斬了眼 就說 不是呀 我真的有事想請教你 就在那裡 那些聲音 那師傅 我又不是什麼高人 我都沒什麼可以 給你請教 那又不是這樣說 你都收到有事 跟著你 護著你 你還說你不懂這些東西 不要騙我 你放心 我真的沒有惡意 既然現在大家都知道 大家是學習的 那就可以多些話題 大家交流交流 你說是不是? 那師傅 立刻已經躺躺後 你收過的 那師傅 是為施育有目的 跟我的那些不同 我那些是幫人的 不關事的 兩條路來的 哎呀 那又不要這樣說 喂 那我也是一個苦難者 我施工也是一個苦難者 那你可不可以幫苦難者先 教一下他 讓他可以好一點 有進步 或者怎樣 你都可以幫他的 對嗎? 他說 師傅 如果你施工願意被超渡的話 我可以請車大哥上來 直接帶他去地府 這樣就可以幫他 重新投胎做人 他願意就可以了 其實師傅已經開始沒有表情 然後你一個胡小姐 就說 哎呀 原來你還可以叫車大哥上來 你很聰明啊 不如我們私底下一起操練 可以來我家 我自己一個人住的 那又方便一點 我家又有個壇 甚至乎如果你想 雙修都不介意的 那師傅 我介意 我不做這些事的 不要跟我說這些 我沒有興趣 那這個胡小姐 立刻就說 做什麼啊? 你喜歡男人的? 哎呀 那師傅就說 我不是喜歡男人 不關這些事 對雙修這些事沒有興趣 不要跟我說這些 你不知道雙修有多好 因為你沒有試過 我不是帶你試一下 什麼為之雙修的好處 至於時間各樣東西 我都可以遷就你的 我無所謂的 提升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很多大計 他說 師傅 我已經夠忙了 現在順其自然 那好了 這個胡小姐 由這一刻開始 已經火火了 其實我都給你誠意了 是不是呀? 現在我雙修都肯和你雙修 你男人有傾傻的事 你都不say no 你都拒絕我 大家一起有提升 又快點 是吧? 學樂而不為 提升了 大家實力厲害了 就可以賺多些錢 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還要吃虧的是我 你有好處的那個 你這樣也拒絕我 師傅說 很多東西都不可以強求 一樣東西都有因果 要還的 胡小姐說 我保證你不用還 你相信我 我可以保證你不用還 師傅 不需要再多說 即是我怎麼說 你都不肯 我已經很生氣 跟你說了 我已經 還要是我虧的那個 你憑什麼拒絕我 師傅說 沒有了 總之 你有你的修煉 我又有我的忙碌 大家各不相干 我又不干涉你 你又不要來騷擾我 大家各自安好 就算了 但這個胡小姐 咬著不放 就是抓著師傅 不停跟她說 雙修有多好 有多少好處 雙修完之後 有多少可以 有多少利益 找到回來 怎麼賺錢 大計是怎樣 企圖 適有加利有師傅 但師傅都不為所動 定力很足夠 然後這個胡小姐 終於都犯人了 即是不合談 現在是不是 不合談 你現在知道我的事情 拒絕我的後果 你才可以很嚴重 師傅就說 迷馬 知道你的事情 不用死 現在是你撩我 不是我撩你 你在我的朋友旁邊 我都沒有在她面前 刺爆你 給你面子 你還想我怎樣 何必呢 接著這個胡小姐 我不管 總之 我建議和我的條件要求 我就放在那裡了 你拒絕我 後果 你就自己想 開始變得兇狠 接著這個師傅就說 唉 後果呢 就不用想的了 你有料的 你就來吧 反正講到這樣 大家都不會再坐下喝茶 對吧 接著這個呢 胡小姐 就真的 起降了 就放下了一句 你敬酒不飲 喝佛酒 這句很老套 接著師傅就說 唉 酒我戒了很久了 什麼酒都不喝的了 你說串都是這樣說 你跟我說這麼久 就是因為你自己拿不到 因為你貪我身上有的東西 你現在自己的能力 除了我肥肥 我願意給你 如果不是你拿不到 你才跟我說這麼久 你有料你就來 我不說那句都說了 你這隻五尾狐 雖然道行也有差不多 但是你只有五尾狐 你不要搞那麼多 只是靠依附人身 去拿別人的好處 吸食別人的運數 為什麼你不要好地修正圖呢 修正圖努力的話 或者會遇到一個好的機緣 可以讓菩薩見到你的努力 可以有機會跟菩薩去修行 那不是很好嗎 好像你現在這樣 只是靠 吸食別人的運數 拿別人的好處 去提升自己的修為 這些修為要不要都罷了 你的作業很重啊 然後這個胡小姐呢 就說 哼 你現在知道我這麼多 你覺得我給你走好 不給你走好 然後師傅呢 已經開始的樣子 更加嚴肅了 你就看我走不走到 一直都跟你說 我不干涉你 你不要騷擾我 你是要來惹我的 我說了河水不犯井水 你是不聽 是要執迷不誤 我一路以來 笑口齊齊對著你 裝癡裝傻地認你 已經給足免你了 是不是想直接落地府啊 如果你再這樣得寸進尺 你真的不要怪我 然後這個胡小姐一聽到 然後這幾乎呢 立刻 就 身後五尾彈出來 渾身都是陰氣 你現在兇娥嗎 既然你不怕 來啊 這樣 然後呢 師傅呢 立刻 身前就 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 出來了 皮丘 麒麟 仙虎 然後祖師爺的九尾壺都來了 然後全部都在師父面前 然後師父指著九尾壺這一隻瑞獸 你看 人家收到九尾了 你五尾而已 你憑什麼在叫囂啊 憑什麼覺得我走不了啊 不過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立即收回你五條尾 不要再在這裏散發陰氣 我就放你一麻 給一次機會你 如果不是不要怪我 無情無義 然後這個五尾小姐 簡直是一顆水也縮不及了 立即縮回五條尾 然後就這樣撒嵌 對不起啊對不起啊 我不知道啊對不起啊 大人不潔小人過 是我不對 是我癡心妄想 是我想著妄想可以和高人相收 大家一起相收 大家都有提升 我沒有想著得罪的 不停地道歉 然後師父說 好意? 你剛才凶我 彈了五條尾出來 散發這麼多陰氣淚氣 這樣叫好意嗎? 然後這個五尾胡小姐 是是是我錯 是我不對 我不知道得罪了高人 我真的沒有心 我真的沒有心 高人放我一馬 師父就說 我放你一馬 我今天就是預了放你一馬 但是我要告訴你 日後你自己好自為師 如果你再這樣錯下去 再這樣去搞事搞非的話 或者有一天 就是上天安排 我趁著來逐你 到時就沒有情講的了 不要以為自己的修圍 收到少少 但以為自己很厲害 嘚嘚嘚嘚 廿文廿武 上天一直監察你們所有人的行為 你好自為之 接著就拍桌 那杯東西都沒有喝過 拍桌轉身走 接著就沒有再遇到這個女人 但是這個阿林 都同樣地沒有再找過師傅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五尾胡小姐 在旁邊吹了什麼枕頭風 但是後來就在朋友的朋友中間 聽到就說五尾胡小姐和阿林 又分了手 但是之後 阿林又過得不太好 鬥貓 又不太找到吃 人經常借到不得了 接著又好像聽聞 胡小姐又踏上了另一個男人 不停在那裡換男朋友 因為他們兩位師傅都沒有再見到 也不知道他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這件事都很多年了 所以這件事就是這樣解決了 其實都沒有怎樣做那些什麼 都是坐在那裡被人識有 接著講兩句道理 道理沒發彈出來 接著對不住 就完了 其實就這個九尾胡 都可以跟大家講多一點 因為我都有問了師傅一些資料 師傅說其實九尾胡 它本身都是一隻普通的狐狸 它是由普通狐狸 安排了一個靈 投胎到這隻狐狸 接著它再經苦、經難、劫難 去修行 然後慢慢透過一些很長的時間 一條一條尾收出來 直到可能努力或者是有些機緣 會跟到菩薩修行 接著再繼續去昇華 收到九尾就是最盡的了 就是最高級的了 而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之前都講過 其實我們有些街坊 雲頭彈出來 都會附在狐狸修行 變成狐狸精 那些又是怎樣呢 其實是和九尾胡的修行 有少少異曲同工 因為狐狸是真是動物 牠會死的 無論你是有投胎下去的 又或者是真的 雲頭衝進去都好 真生肉身都是會死的 所以在死之前 即是肉身死之前 你必須要收到那一道自己的氣 即是裏面的街坊也好 或者裏面的街坊也好 都要收到那一道氣 所以才可以要脫離這個肉體 不需要依附肉體去收 一定要依附肉體去收 如果你說我在肉體死之前 我都還沒收到那一道氣 那怎樣呢 那我就要在49日之內 重新找一個適合的肉體 再去修煉 又要在這個肉體死之前 要收到那一道氣為止 所以就是這樣 如果他49日之內 找不到一個新的 一模一樣物種的物體 即是他是選了狐狸 一定要選回狐狸 不可以狐狸變蛇 變貓變狗 不行的 那如果49日之內 找不到一隻新的狐狸 那他可能就會魂飛魄散 這個之前曾經說過給大家 讓我抄一下 在哪裏說過 大家可以去review一下 或者你們記得的留言給我 我哪一集說過 我都不記得 那好吧 這個case就是這樣完結了 那大家對於九尾湖 其實都有很多的 應該怎樣說 好奇? 或者是一些叫做 想知道多一點的東西 那你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會在留言 解答大家 如果資料是 我覺得足夠可以開一集 短短的 那我都會開一集 和大家講解的 好啦 多謝大家今晚的收看 最緊要都是 別不相信 下集見 拜拜 看起來